Renderforce.com 悠他走 战线全垮 传东森诚意流人 图翻射关键时刻脸书 东森电视关键时刻选前频繁谈论当时仍是高雄市长候选人的韩国瑜 传出电视台高层为此事押主持人刘宝洁 让他气得扬言辞职并请假一周 之后刘虽然回归主持 但也决定明年不再虚约 接棒人选引发关注 最新消息指出 东森担心失去刘宝洁会引发连锁反应 近日展现诚意和对方详谈 而他也决定留下来 联合新闻网报道 有熟悉政论节目的人士分析 刘宝洁当时决定不再续约 近一个月肯定有许多节目单位前来挖角 但无论是环境和条件 恐怕都没有老东下好 另一方面 东森的晚间新闻战线 就属关键收视最让眼 因此高层也意识到若失去刘宝洁 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 让战线全垮 所以最后决定留人 报道指出 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惨败 让政论节目环境跟住质变 尤其偏蓝的政论节目 例如冬天收视一片长红 立场偏绿的节目反而收视疲弱 因此不少节目纷纷喊卡 虽然电视台都否认和选举结果有关 但张熙凯和安又齐 在年代主持的新闻追追追 华视中年晃的终点赞 都不约而同在选后吹起西灯号 据了解 关键时刻许久不谈政治 近半年收视输给新闻龙卷风 而龙卷风本就是模仿关键儿生 此结果让刘宝洁一度心寒 直到选前韩刘发酵 刘搭上热潮让节目翻红 无奈未获高层相挺 才使他铁了心不再虚约 之后事件持续发酵 一度盛传陈匪娟或陈民官将接主持榜 如今刘决定须留 传节目团队大为振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